大家好 欢迎来我的频道 《魔术师带你享受世界》 看到我身处的地方是一个露台房 我又上船了 今次去越南进行六日午夜之旅 去哪里呢?去顺化和牙妆 顺化很特别 这个名字是否没有听过呢? 之前几程的越南行程都不是走这个港口 今次就会去这两个区域 今次顺化就会停在真美港 牙妆也是一样 要坐博艇埋岸 之前我也上过这艘船 如果想看这艘船是什么玩 什么食物 就看其他的影片 所以今集主要是讲一下这两个港口的交通 或者下了地之后在越南有什么美食 就算你不是坐这艘船的 或者其他船都会来这个港口 你也可以参考资料 如果有去过越南的朋友 都知道去越南是需要做签证的 一般来说会在网上去做签证 下了你的相片 然后给25美金左右 这艘船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做签证的 你可以请邮轮公司代板 只需要在搜索桌上去跟职员说 然后他们每人会收100元港币 就可以删除这个麻烦 但记住带你们的护照 最少要有6个月的有效期 不然就不能上船了 在桌上职员会给你一张越南入境卡 你要好好保存 因为当我们到达越南的时候 越南官员会在上面扔个印 就可以入境了 一上船就途经7楼的甲板 有些职员就教大家穿新衣 如果未学的就记得学下 之后我们回房放点行李就进去吃东西了 WOmChina拍了很多 今次就不拍给大家看了 这餐去了6楼的星梦餐厅 记得要由船尾的升级桌和楼梯才可以下到去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WELCOME PARTY在12楼甲板举行 还安排了很多舞蹈员 和大家跳舞和拍照 同时也邀请了很多重要职员 上到甲板和大家打招呼和认识一下 当然我也有上来 不过我就去振扎Cucci 今天一个重要节目 在7楼中庭 有职员介绍我们来到2岸的景点 和越南的特色 未去过越南的朋友 就记得下来听听 当然你们也可以看我的频道 做定功课 这里有2点大家要留意 第一个就是时间 这些船全部用香港时间计算 你不用担心这些时差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设计车 要留意越南时间是万一小时 而汇率方面 今次汇率大约10元港币 就为3万1元越南盾 今天我们来吃中菜 今天我们来吃中菜 哇,今天好丰富 今天的饭很棒 新年了 而且无端端走过蓝蜜 又有大鸡 所以很开心 如果上来就记得再来 如果还有的话 今晚就在星梦餐厅吃中菜 相当于上次沙漫行程有所提升 希望它的水准可以保持 因为有网友说 有时是几好吃 有时是一般般 所以除了个人口味之外 食物质素都要保持 希望船公司多多留意 吃完饭之后 七楼中庭依然有很多节目 包括大家 我太太在跳大妈母 不是,是Modern Dance 可以东西拿来 自己吃 tiden 辅助 二球 三店 wicht 今天 义 Woo I love you 終於不願意你 選舉你 終於不願意你 選擇 終於不願意你 選擇 終於不願意你 選擇 今晚就差不多了 明天就是SC Day 早點回房睡吧 來到第二天 海上航行 一早就先吃早餐 然後去做運動 大家可以慢慢享受一下 郵輪的設施和安排很多活動 例如在甲板上 享受日光浴都很好 因為平日有這麼繁忙的時間 上船都可以輕鬆一下 下午就約了朋友吃這個 C路花舞 我幾推薦喝它的酸辣湯 真的幾正 今次因為新蒸頭的關係 船上還有很多新年的氣氛 包括今次的金龍獻水 如果大家見到這隻金龍的話 今年都可以閒大運 吃完飯就上了十二樓中旅角 上了一個平衡和拉筋的班 你會否記得這個導師呢 他就是舞台上其中一個表演者來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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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板》 轉型 在船上一天三餐就不用怕餓了 吃完飯就不會看鬍子,因為已經看過了 會轉戰12樓中女角聽動力樂隊表演 不及其他人不過知一件小心的東西 有什麼標籤 不及其他人不及其他人 在船上一天三餐 我會在船上一天三餐 我會在船上一餐廳 謝謝 謝謝 我們到船上了 大家好 今天來到第三天 看看上船第三天 來到越南的順化 其實是叫做真美港 這個真美港 真的比較好 它介乎於順化和現港的中間 無論你去哪一邊 都要差不多一小時或以上的車程 原來這裡真美港很難叫車 我們叫了很久 都沒辦法叫得到 而且門口有很多人料理的團 都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實在太遠了 包車我們原先有想過回到會安再玩 它大概是百多美金 可能是百三百五 甚至乎是一百八十元的美金 不等 所以我們決定光顧郵輪公司的 Sutobus 就一百五十元港幣一個人 包來回的 就回到現港市中心 邊港Plaza那裡 出道就自己到處走 到處玩 我們這個車程其實都差不多 整個小時 看看它不順暢 大家看看 這裡就是越南的風光 所以很遠來市區之後 中途發生了一些小插曲 話說那個導遊 他國語都蠻好 其實他是這裡的人 各位叔叔阿姨好 好 然後我說普通話大家能聽得懂嗎 他就介紹不同的現港特色文化 其中一樣就說到 他們的米 他們的米粉很棒 那些姐姐問 他們走一旁就說 我們可以先去一檔 吃了先 吃完再去車裡目的地下車 就問他們有沒有問題 剛好我們這個車就不充滿 只有三分一左右的人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整班就是一群人 他們是跳舞團 他們就說好啊好啊 那不是計筋 小草服從多數 沒有所謂 那就試一下 來了之後就發現 這檔應該跟司機和導遊很熟 大概就 六萬五元月南盾一碗 就是大約為二十多港幣 又不是貴的 那價錢呢 其實跟我們之前 在芽莊吃Ferr那間 其實差不多的 但質素就差很遠了 比較Local 那些湯底就油一點 還有衛生程度 我又覺得不太OK 因為地下很多廁紙 那所以 下次還是自己找得更好 是啊 建議大家 反正你都去了市中心 你真的走過路過 我看到帥哥才進去 比別人介紹 沒所謂 那就當見識一下 因為我們在Google Search那裡幾分 3.7還是3.9 3.6 就是4分以下的 是啊 你可以想像到 我通常吃 如果選Google Map上面的推介 我會選4分以上的 就會比較有保證 所以Google都沒有騙你 是啊 還3.6 可想完質素和環境是怎樣 至於是哪間呢 那我們就不放出來了 那就算了 當體驗了就算了 不過呢 其實說回來 乘客主動要求的 就不是導遊 導遊都會問的 你們想不想試 要不去試 他們就說 好好好 就去試 要不然就直去目的地 我們就有個探索精神 都想看看他帶我們什麼地方 還有最後都會回到 我們應該去的 Vincum那個目的地 是啊 沒錯 再看看附近有什麼玩 和什麼吃 還有我也想介紹一下給大家 如果你不是說有很大的 想去哪裏 那現港都是值得去 因為它相對物價 比胡志明市阿John便便宜一點 還有呢 這輛車這150元 它包你來回 好像不便宜 原來你對比我們call grab 或者包車的價錢 那它都很合理 因為車程很遠 而且你自己都很難call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行程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出來現港 如果那個地方想再去呢 那到時候再call的士 這樣 它那個包車都不錯 它有一個導遊 那它講一下當地文化的東西 還有呢 可以和你搶錢的 因為它有少量的越南盾唱給 可能你搶一二百港幣 吃點東西 買點東西 那你可以在車裡就和它兌換 因為始終呢 這裡很多時候都是收現金 除了一些大公司可以credit card之外 基本上呢 都是要付現金的 那如果你沒有少許越南盾 就可能那些market買不到東西了 什麼rechat pay啊 alipay啊 pay me啊 什麼pay啊 轉數快什麼都用不到的 就是認cash的 對啦 或者是美金那些 但因為呢 美金有個問題就是 那個額是比較大 那它們呢 可能呢是沒有錢 就我給你 這裡就試了一點點了 那所以就算你在香港唱的時候 呢 盡量唱多一點散字 如果不是一張呢 整五十萬 一百萬這樣呢 你是很難搞的 所以呢大家 對呀 最好準備定錢來 但是香港可以唱越南盾的地方 都比較少有的 那我們之前呢 就在一些上華 留記啦 對啦 見到這條龍橋呢 我們就差不多到達目的地的啦 那這條龍橋呢 在上面看都挺漂亮的 那你沿路經過呢 就可以打卡拍照啦 之前呢 我們在龍頭那邊呢 的地方呢 就在遠距離呢 就拍過照的 那這次呢 就上來呢 又令我感受了 看那邊看那邊 你看中間那一段 是不是跟兩邊不一樣的 那個橋我們還有 另外的名字叫 旋轉橋 對 它在中間的那一段 它會旋轉的 為什麼這樣 好 看一個景點呢 就來到這個福美市場啦 已經為什麼沒聽過呢 對啦 因為很多遊客呢 都去漢市場那邊走的 那我們就探索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市場 發掘給你看啦 這個呢 這個呢 似乎是非常之 地道的一個街市 你們看一下 這些是 好像以前香港呢 舊市的時候 的狀態 你看這條樓梯 那一來到呢 門口就沒有什麼人的 那進去看看之後呢 發現 真的沒有人的 哇 地道到不得了啊 連遊客都不來啊 好像呢 以前呢 舊式中環街市那樣 因為實在太熱了 所以我們呢 就打車回去 粉紅教堂的對面呢 那裡喝咖啡啦 那其實呢 這個位置呢 跟剛才Wincom 下車那裡呢 是非常之近的 不過呢 今天呢 教堂呢 就沒有開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打卡的話呢 記得檢查時間啦 哇 現在坐下喝杯東西先 好棒啊 好棒啊 這間咖啡店的名字叫什麼 必然啦 哈哈 剛才問這裡的職員 教我們這裡的 位置是非常之方便的 就是粉紅教堂的對面 在我們下車呢 走過來粉紅教堂 五分鐘下車走過來 就是了 那我們為什麼選這間咖啡店呢 因為呢 看到它在Google上面呢 有很多照片 打卡很漂亮的 來到呢 真的挺正的 它有紅磚的設計 有一些圓拱門 就是你想喝一杯漂亮的咖啡 又有些位置可以打卡拍照的 就可以來這裡 嗯 而且很方便 拍完相片 喝完咖啡出來呢 就可以拍完粉紅教堂 不過今天呢 粉紅教堂不知為什麼關門 就不能進去 咖啡店的價錢也挺相宜的 挺划算的 多少錢呢 那你這杯呢 我這杯三萬五 即是十二元左右 大概十二元左右 對 十多元一杯咖啡 但是呢 它的質素一點都不知 而且它除了給你一杯咖啡之外 還給你一杯茶 很大杯 讓你可以喝完咖啡 很厚 挺漂亮的 挺厚的 所以來到越南 大家一定要用一些漂亮的咖啡店 去坐一下休息一下 這裡是沒有冷氣的 只有風扇而已 但其實也很清涼 感覺很舒服的 因為剛才我們走完回來 就比較熱一點 因為外面有二十九度 剛剛正宗太陽 比較熱一點 所以走完的時候 有一點冰冰的寒冷 但是你一坐下來 涼一下風扇 喝一杯東西就剛剛好 可能因為這裡 都是樓底比較高通風 感覺上也挺舒服 對 還有呢 拍照真的挺漂亮 不過它的燈光就不太夠的 但是來到的感覺 是真的很有舊式建築的感覺 如果想看我們拍了什麼照片 就記得去Facebook 和IC那裡看 是會放出來給你 Facebook和IG的什麼名字 都是魔術師大淡世界 好了 全門乾杯 嘩 轉行又來吃東西了 逛了不夠十分鐘 又來了另一間店 吃東西了 這間叫做Fer 29 位置非常方便 如果你有來過這裡 有一條龍橋 在龍橋的龍頭 一直走過來 海邊有一隻船 原來是一個級 在那個級的對面而已 海邊也超級多的食物 有地道的越南菜 有一些中菜 還有這間 我們就在幾間裡面 選擇了這間 價錢也不錯 它一個生牛肉果 這些牛肉果份 都是六萬九 六萬五 大概港幣多少錢 二十多三十元 非常划算 因為剛才吃的那間 連配菜都沒有放得那麼英俊 這個很精緻 還有我們點了Spring Roll 即是春卷和炒菜 今天點了一個小椰青 我當然是喝啤酒 那椰青也是冰凍的 很棒 那不如我們起快 不如試試個春卷 是不是看到也很餓呢 春卷 看上去炸得很均勻 很脆脆 這個是腐皮卷 挺好 剛才有兩種 好像我們日常吃的皮 是春卷 這個是腐皮 不錯 味道 不是春卷那麼厚 對 我覺得好吃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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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河粉給大家看 看是否好吃 是挺滑的 挺滑的 挺滑的 這個挺美味的 現在的調味料都還沒加 很清淡 試試它的牛的什麼位置 應該是牛剪 牛剪 牛剪 薄薄的 挺有牛口 有牛味 通菜也是炒得好吃 不是太厚 也不會油膩膩 不錯 不錯 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說 對 在晚上這個位置 應該是很旺 剛剛就太好吃了 所以加了一個類似乾炒螺 因為我們太餓了 好像吃了它的果粉也不錯 很有鍋氣 嗯 剛才拍攝了我們烤的過程 很棒 而且廚房真的很熱 我一進去已經流汗了 真的辛苦了 厨師 辛苦了 現在的廚房製作過程 現在的油會爆一下 炒一下 下的蔥 好 來吧 河粉 河粉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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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烈的味道 但它的鍋氣OK 而且粉不會黏在一起 牛肉也不錯 不錯 牛味 味道就不會像我們乾炒螺 那麼濃 清一點 菜味比較多 如果你想吃特色的東西 我覺得沿南河粉 湯底 對我們來說比較吸引 但這個我們就志在試一下 同場家影 多了一碟 私人繩 蘋果 這個私人繩的老闆娘 是給我們吃的 看到我們拍片 但不是因為這樣所以說好它 這間東西比較家庭式經營 我看到後面有條樓梯 應該是上樓上 應該是在下面做生意 上面才可以拿去住 對 一家人 還有很多按摩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摩擦 這間店的感覺 相對乾淨一點 價錢又合理 適合香港朋友 或者比較在乎環境的人 剛才我們計算過了 我們這樣吃 都是27萬 即是100元 都不用 這間推介是推介 如果你們離開這些喉 也可以進來試試 越南玩是很划算的 有貴有便宜 上次我們吃法國菜 有五百多元一個頭 今次一百元兩個人 有便宜又貴 即是釋除專便 導遊很賣力 還唱了越南歌 幫我們聽 又是時間打道回府了 坐一個小時 車輛回碼頭 遠距離就看到我們的船 沿途進來都有一些貨櫃場 所以一般車很少會進來 而且它似乎有關閘的 車都要登記 甚至要付錢才能進來 也會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吃了個小時 前往便宜又行 也會在乎 攝影機 那裡 上船都是吃飯 和看展示 第二天 就會去到牙樁 如果想知道,就記得收看下一集 我們會有寫一頓非常豐富的越南菜 教大家如何乘車自由行 還有越南玩的提示 記得留意收看 不想錯過的話,就要訂閱、讚好 和分享給喜歡玩游輪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